入侵美國領空的中國間諜氣球 4號被美軍F-22戰機 以翔尾蛇飛彈擊落 如今英國金融時報13號也報導 台灣近年數十次 觀察到中國軍用氣球 飛入台灣空域 高度大約2萬英尺 平均每個月都有一次 這個部分我們不以評論 在台海周邊地區 包含海空域 我們會運用所有的徵收手段 包括跨部會的徵收手段 來掌握周邊的海空情資 這些相關的情資 都是屬於國家機密 必須要保護的範圍 氣象局長證明點 日前曾在臉書貼出照片 說台灣在2021 2022年 都有民眾拍到類似外觀的不明氣球 國防部則是只在去年2月證實 有中國氣球飛進台灣上空 次數的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可能不方便跟您做透露 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的氣球 絕大部分都是屬於氣象探測用的氣球 大部分會在台灣的外海 而不是台灣的上空 但要是中國間諜氣球真的進入台灣領空 國防部也有應對方式 具有偵測功能的氣球 當然我們會尋必要的手段來加以處置 如果今天我們確認這個目標 是屬於具有高度威脅的 那我們的處置手段當然就包含 它在進入或接近我們領海範圍之內加以擊落 要如何擊落 國防部不願多說 也強調氣球大部分用來偵查 屬於情報威脅 因此有不同的處置手段 不能和具有武力威脅的方式混為一談 теп和一位 鑿iqu眼 Gian 楕 音